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8年前的10月22日 我們期待許久的金反難自助旅行準備啟程 這次是第一次搭廉價航空樂陶航空 我們買的來回機票有另外加購來回各一件拖運行李 平均一個人的來回機票總共是5710元 雖然沒有搶到最划算的時間和票價 但覺得能用5000多元來回日本挺划算了 我們自備一些食物上飛機享用 還透過樂陶買了前往大阪有優惠的南海電車車票 日本時間下午快3點抵達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下飛機跟著人群走準備入境 展開新的美好旅程 先在機場買好後面幾天大阪和京都都會用到的各種票券 JR綠色窗口購買戳野列車的車票 KAA櫃台購買板級電田二日券 大阪周遊一日券 還有京都市巴士一日券 採買完畢準備前往大阪市區 勵材生我姿勒 海陸 shared職業 從機場來到大阪市區 大阪市区的借金本体站 天都黑了 终于来到我们位于大阪的民宿 大阪一新之家 Check in放完行李后 步行前往新灾桥到盾厥逛逛 沿途都是灯火通明热浪的商店街 有好多逛街的人潮哦 还有唐奇科德可以尽情扫货 走到新灾桥我们继续往前走 到盾厥聚集不少人潮 看到大阪著名的顾立果先生 来到大阪就是要和顾立果先生一起合照才行 肚子好饿打算先来吃吃一篮拉面 先使用食卷贩卖金点餐 上面有嚼贩卖机要怎么操作 一篮的豚骨拉面真的好好吃哦 汤头浓郁顺口不会太咸 搭配细面好吃到全部吃光光 吃饱喝足后到处逛逛 这里有好多商店药妆店多到逛不完 打算第一天先不买药妆 因为日本药妆每个城市每一家店卖的价格都不同 有时候同个商品在不同店卖的价差差很多 所以我打算先看看 想买的药妆在大阪市卖多少钱 明天去京都再来比价一下 我们最后只有买了一份章鱼烧 还有一些零食和休族时间 晚上先准备好明天会使用到的车票 就结束了今天短暂的旅程 今天一早下着绵绵细雨 准备前往京都蓝山 蓝山 位于东京西郊的一处自然观光圣地 包含杜月桥两岸周边及戳尔野地区 这里春天的樱花和秋天的红叶非常著名 是不少国内外观光客造访京都闭坊的景点之一 可惜这次太早来枫叶还没转红 想看枫红可以去看我们2016年去蓝山的影片哦 小举大家在一起 天龙寺 有600多年的历史 于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以精致的造景庭院而闻名 被誉为京都五大蝉室之首 很多人会到此祈求学业顺利 草原池庭园是天龙寺最知名的景点 由日本国宝大师孟窗苏史所作 有绿松远山西谷与白沙 远区蛮大的顺着步道往上走到至高点 可以远眺蓝山街景 接下来走到JR初额蓝山站 买了到JR马库站的单程票 出站后再步行十分钟到桂岗站 沿途可以看到绿油油的稻田与山巒 不一回合就到了 绿绿细雨时分乘坐 绿绿野小火车列称沿着宝金峡上的铁道行驶 穿越鲁丝如画的乡间峡谷 沿途游览蓝山的翠绿美景 以及宝金峡的蟬蟬西水风光 好美喔 位于京都初额野小沧桑半山腰的长鸡光市 据说世纪都有不同的浪漫风景 可惜去的时候封燕都还没转红 我们就没有买票进去参观了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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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游客不多 漫步在小境上悠闲自在 商店与特色工艺品居多 欣赏两旁的日式传统丁家羽毛器屋 对于第一次在日本自助旅行的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大享受 丰富了视觉感官体会 喜欢此刻宁静的美好 感官体会 我们来做什么 准备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嫩嫩的下雨天吃完热乎乎的汤面 真的好温暖哦 走了一整天的路 最后回到位于蓝山渡月桥旁边的蓝店竹汤 体验道地的日式竹汤 让疲劳的双脚放松一下 拜拜蓝山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档哦